国庆第二天 据北京报报道 今年9月15日17日 全国政协副主席 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陈晓光与 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调研组服中进士 当时傅政华还参加了调研 傅政华数十年的幻海生涯几乎都在公安系统 从北京市公安局普通侦察员做起 一步步做到了后来的公安部长务副部长 司法部部长 屡立显示 早年 傅政华先后历任北京市公安局刑侦处大药案队队长 刑侦处副处长兼大药案队队长 1998年 傅前往公安部刑侦局就职 在公安部期间 傅政华参与了马家决案等多起大药案的侦破 媒体说 傅在公安部的几年里人缘记号 不抽烟不喝酒 性格内敛 2005年 傅政华从公安部刑侦局调回北京市公安局任副局长 主抓刑侦和禁毒 曾指挥侦破了门头沟袭击案 九头鹰千万绑架案等系列大药案 2010年初 傅政华开始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而他上任74天 北京市公安局就查封了天上人间 2010年5月11日夜 深着治安 巡警 特警多种警服的数十警察 突然侵查北京东三环外的天上人间夜总会 笔时的报道说 此次专项行动却采用治安 行侦 巡警 特警等多警种严和行动 查出四家豪华业总会 有长陪侍小节 557人 四家都被予以最高上限出罚 恶令停业 整顿6个月 此后的傅政华历任公安部长务副部长 司法部部长等政法系统重要职务 还是中央政法委委员 去年5月 65岁的傅政华卸任司法部部长 调任担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主任 眼看就要荣归故里 但最终还是未能全身而退 傅被查后 司法系统叫好一片 特别是律师行业 很多人拍手称宽 事实上 傅落马后 也有调查记者表示 因为采写报道 曾受到傅政华的责难有记者 因而失去工作 也有记者差点被抓 前资深调查记者何光伟今天在朋友圈说 当年我给南早整这个稿子办了康师傅 百分配 秦光荣折腾的千亿大矿蓝瓶千辛矿股全交入 作为康师傅家务的老父 确实亲自部署列好名单要办我 我被通知不得离开广州 不得出街 他们让我辞职换工作或下岗失业 以至于没有媒体要问 我就那样提心吊胆几个月 而前之名调查记者罗昌平更是直言多年前 曾因报道惹怒傅政华 自己差点因此被抓 今天上午 罗昌平发朋友圈说 2010年9月 采金杂志率先披露安原顶保安公司专业解放 文章发表不久 记者谈议飞在印度 编辑丁补职在日本 我是分管调查的副主编 金康师傅提示 9月21日下午 傅政华派特警队实数人来财经办公事 声称一定要带把我带走 罗昌平回忆 当天下午 我跟财经杂志总编辑在北大参加活动 回来的路上得知警察上门 他让我半路下车 先回避确定安全 安排行政总监研小勤证员交涉 随后 连办一位高层与财经杂志附主编法案坐镇办公室 提出配合调查 但不能带走人 很快 微博有人直播了这个过程 不少人观众转发 而傅政华一直在他办公室等待 将至很久 我在半夜赶回财经办公室 留我跟特警在一个房间时 傅政华跟我电话聊了两句 要求必须连夜完成闭幕 记得第二天就是那年中秋 特警就在财经办公室过节 而另一位财经杂志的领导马上赶到了办公室 直接通过人找到了康师傅进行沟通 才扭转了局面 当晚 一直到前来抓捕的人承诺不待人 这位财经的领导才离开办公室 罗昌平坦言 如果不是联办和杂志社领导的保护 那晚 他肯定凶多吉少 此外 罗昌平还补充说 湖南四海之一的龙智 在我做这次彼录时 只身冒险跑到安元鼎老板的老家 加上之前的采访机会 中秋节后那个周末 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两万多次的安元鼎 北京解访黑监狱 给这事鼓了一把火 罗昌平说 经此一役 调查转向 从查记者转为查公司 尽管此事已过去十余年 但罗昌平至今想来都心有余悸 他回忆道 开始是要抓我的 晚上十一点多 去了办公室做了问询笔幕 一直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家 再后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至今 财经杂志 一位记者的微博还记载着当晚发生点滴细节 据艾特林182010年 9月21日 发微博说 9月21日凌晨0时11分 法治组五位同仁将艾特国不平接回编辑部 前来抓人的警员称 见不到人坚决不走几位高管稍续碰头后 罗不平进入春会议时与警方对比沟通 离18世前财经调查记者饶志 而他文中提到的罗不平正是罗长平 随着傅政华的备查 奉缠了十年的往事在被提及 罗长平至今仍心怀感激 他说连伴王波铭、戴小金、财经杂志法满、严小群、法律顾问普之强 还有我分管的法治组很多同事 傍晚都做了很多的事情 一直坚持守在现场 另据资料显示 随着复证化被查 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已增至23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